在今天新增的13例本土病例当中 其中宜兰郊西饭店相关确诊者新增一人 是染疫员工的朋友 涉及在桃园 但是他的足迹遍及三线市 曾经去过花莲市区13个地方 也在台北市信义区逛了8家百货公司 而至于台北市原山饭店厨师染疫链 也是多一个人确诊 是担任房仲的哥哥的接触者 但不是原先台北市政府很担心的泡温泉 或者是吃餐厅的接触者 而是房仲带去看屋的客户 原山饭店厨师一家染疫感染链 25号再新增一例 是房仲哥哥的接触者 但不是哥哥吃火锅或泡温泉足迹重叠的朋友 而是房仲带看屋的客户 看个房也被感染 列为案18518 家里有兄妹母三人都已经染疫 那其中一位友人也染疫 他带去客户18518 曾经去看房 那也是确诊染疫 而另一条感染源 人不明的宜兰郊西长榮 饭店传播链 也新增一例 案18521涉及桃源 是确诊饭店员工 案18495的朋友 两人是台北某大学同学 参序后相隔两天出现症状 疫调足迹横跨三线市 23、24号逛遍花莲市区13处 17号还前往台北新一区八间百货公司大逛特逛 足迹向市百货攻略图 由于宜兰饭店感染源还在查 有没有可能跟桃源这里有关 感染源还要经过疫调 那因为它的源头还不明确 那至于说这个前后顺序 这个可以由发病的顺序来去考量 不过它就是一个传播链 重点是要把所有人都匡列出 宜兰饭店原山厨师染疫 源头都还有待厘清 指挥中心统计包括这两链在内 有六条传染链感染源不明 我们有一个指标个案 但还没有跟其他的联组 前两天我们一直都 刚刚讲的那个58岁的退休的人 这个我们也这个线索没有 大南市场的足迹那两位 我们现在也没有那个源头 指挥中心积极厘清 防扩散追源头都在跟时间赛跑 记者战区的未成台报道 我国在今天新增了13例的本土个案 境外是25例 不过看似这个本土个案的病例 比昨天稍微少了一点点 但是有越来越多 感染源不明的个案出现 是非常值得大家来警惕的 包括了现在就有六列感染源不明的状况 我们现在大家来看到的是在桃园的部分 有三名个案感染源不明 分别是一对6岁还有3岁 就读幼儿园的姐妹 她们的CT值分别只有17还有18 病毒量相当的高 而另外就是在家住龙潭的这位 58岁的退休人员 22号开始出现了发烧咳嗽的症状 没有想到有症状之后 她还到竹北的KTV唱歌 还有脱口罩吃饭喝酒 现在卫生纸也紧急的匡列 她的相关接触人员 而这两起不明感染源事件 也被指挥中心列入高度注意事件 清洁人员来到位在桃园巴德的加贝尔幼园 在大门口和周围街道来回消毒 因为有学生确诊而且感染源不明 案18530以及案18531 是一对6岁和3岁救毒幼儿园的姐妹 22号发病就因裁检确诊 CT值分别是17和18病毒量高 卫生局紧急匡列 350位师生全数裁检 原方也停课14天清销 但师傅一定要发现 两姐妹家庭生活单纯 感染源还要追 那大概是 大概应该是姐姐先发病嘛 然后再妹妹 这还是非常新的一个个案 是目前她的关联性还不明 另一名感染源不明的确诊者 是案18514家住龙潭 58岁的退休人员 22号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 CT值16打过两剂AZ疫苗 以框列四名接触者居隔 令人忧心的是 个案和远雄自贸港区 City等传播链都无关 足迹遍及桃园台北和新竹县 她在21号曾到新竹监石乡 龙的客栈拜访友人 停留两个小时 期间没戴口罩 23号下午3点到竹北市 休闲农庄里的KTV唱歌 期间同样脱口罩 喝酒吃饭 还和朋友跳舞 一直到晚上8点才离开 时间长达5个小时 卫生局紧急匡列 当时顾客和店员一共50人 那我们希望能够针对足迹的部分 也扩大裁剪 感染来源还需要进一步追查 桃园市新增两起 不明感染 被指挥中心列入 高度注意事件 匡列和溯源并进 就怕社区还有潜在病例 这领事长许之前 桃园新竹这么报道 疫情往南延烧 现在台南也沦陷了 台南212天 无确诊病例 在今天破工 新增了两名本土个案 其中一名呢 是70多岁的阿嬷 她的女儿还有孙女 日前从美国返台先后确诊 到检疫旅馆照顾孙女的她 也被感染 不过卫生局表示 这位阿嬷 目前并没有社区传染的风险 另外一个个案呢 她是因为去了高雄 跟确诊者见面而染疫 而她的足迹也曝光了 不只是横挂多区 还曾经到过年的年货大街去逛 那么现在呢 这个新化年货大街呢 也赶紧收摊 休市两天 今天台南市有两位 分别是18522 18533 连续七个月以来 台南加零破工 在25号新增两名本土个案 所以案18522 是由境外一路的亲友所传染的 目前没有社区感染之余 其中案18522 是一位70多岁阿嬷 她的女儿和两名外孙女 1月6号从美国返台 结果都确诊 照顾孙女的她也被感染 目前狂烈亲友一人 裁剪阴性 而另一位案18533 50多岁女性 跟高雄港群聚有关 原来她是案18516的亲友 19和20号南下高雄 两人见面因此染疫 而她再回到台南之后 足迹横跨三个行政区 还去过年货大街 那1月23号自行开车 到新化年货大街 在8点半到10点半的时候 其实她有遵守 这个没有谁没有边走边吃 也没有在试吃的这些规定 新化年货大街才刚登场 就爆出又确诊者足迹 原本热闹的大街瞬间冷清 摊商紧急收摊修饰两天 27号才恢复营业 清洁人员下午也到场 全副武装进行清销 除了年货大街 山话区肉园店还有安定区的面店 都有出现足迹 疫情往南延烧 不止高雄连台南也沦陷 现在只能透过疫调 来揪出其他可能的感染风险 解红木齐才能报道 好 现在高雄的疫情 也是持续的拉警报 港负传染链持续的扩大 在今天呢 是新增了三例确诊个案 包括了高雄港员工的亲子 船舶零件公司的老板 还有造船厂员工的邻居 都相继染疫 而日前呢 与凤山确诊者父亲 看诊足迹重叠的三名确诊者 则是二采英之后呢 移除了暗号 另外呢 就是确诊的 高科大骑津校区的学生 他的精英定序也出炉了 是属于Omicron的非绿兵株 与港负群聚案相同 虽然说他还没有找到感染源 但是不排除与高雄港的 这条传播链是有所关联的 而另外呢 针对这个感染扩大 市府也撂下了重话 收到简讯 却不肯配合前来裁检的民众 最高将开罚一万五千元 高雄港不感染继续扩大 新增三例确诊个案 分别是高雄港员工妻子 船舶零件公司老板 以及造船厂员工邻居 18517这个个案基本上 它是属于比较特别 它是属于一个社区筛检站 主动盗检的一个确诊案例 案18515是高雄港员工妻子 因为丈夫染疫遭到匡列隔离 裁检确诊 案18516是船舶零件 公司老板 14日当天和18307洽谈生意 以示近距离接触感染 至于案18517是确诊 造船厂员工 案18469的邻居 20日到家中拜访 被匡列后 主动前往筛检站筛检确诊 另外和凤山确诊父亲 看诊足迹重叠的三名确诊者 二才阴性移除案号 而日前确诊的高科大 骑京校区学生基因定序也出炉 属于欧姆孔菲律宾株 和港部群居然相同 虽然感染源尚未找到 不排除与中岛骑京相关 因此市府绕中化 受到简讯通知 却不配合裁检 将会依法开发 无其他理由 没有来参加筛检 我们会按照 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处罚新台币3000元 到15000元的罚款 目前高雄港和社区筛检站 已经筛检超过3万人 市府扩大筛检 避免确诊个案 隐藏社区 高雄疫情是否继续延烧 就看筛检和防疫 双管齐下能否支线 记者梁家伟肖志远 高雄采访报道